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桃古发掘时常都是被动进行 要么是在盗墓得毁坏古墓 被人们发现后被迫进行的抢救性发掘 要么就是在建筑施工过程中 无意发现后为了防止本物受损而被迫展开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便是如此 如今秦始皇陵范围基本确定 但为何至今为主动挖掘 各种原因便能看出考古的科学态度 秦始皇陵最初发现 那时候可谓是轰动一时 随后 郭沐若先生便组织了不少考古名家新义 前往准备勘探工作 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 大家初步确定了秦始皇陵的大致范围 但对于挖掘一事 却是甚至诱甚思量再三 据传当时郭沐若写信申请挖掘 但相关部门认为 在当时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 挖掘不仅不能完好的保存 甚至会对其带来毁灭性的损坏 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而今天的科学技术 依旧不能保证秦陵的完整发掘 而兵马俑出土的数以万计的文物 也足以说明 秦陵地宫中的珍贵文物不计其数 很多文物在出土的瞬间 便因为空气中的氧气和细菌而黯然失色 展开全文据说目前所见的兵马俑 仅仅是皇陵兵马俑的冰山一角 按秦始皇当时倾国之力的规模 推算地下应当还有相当多的兵马俑未出土 而这些兵马俑据船刚出土的时候 佣身都有上骰 但因为两化作用 玄机消失成了我们目前所见的岩 则 这也是秦陵停止继续发掘的原因之一 而如何保证文物出土的原样 可以永久保存成了世界性难题 据说德国的技术仅能维持半小时的颜色不退 日本相对可以保存更长时间 两国都曾提出合作发掘 但其目的显然是别有所图 自然也就被断然拒绝了 除此之外 目前已经明确检测到秦陵土壤中超标的拱含量 可见司马迁所说的 以水银为百川江和大海 机箱灌输 上聚天文 下聚地理 并非空穴来风 水银具有极好的防复作用 但其毒性已让人退避三射 贸然开启后 毒气外泄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难题 而从现在的卫星云图 也能发现秦始皇陵特殊的地理位置 当时秦始皇坐拥天下 能人意识被出 在陵墓的结构和位置上穷尽心思 卫星云图显示 秦始皇陵所在的方位宛如一条巨龙 而皇陵所在的位置恰好位于龙眼之处 难怪有专家感慨 如此大手笔不愧是千古一地 画龙点睛着实让人细思极恐 这样一来无论从民族心理 民族感情上 还是从尊崇仙人的角度 甚至从维新主义的龙脉风水角度来看 秦始皇陵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不允许有半点差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